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,引起社会高度的关注。 在国际社会上,也十分关注。 我可以告诉大家,中央高度重视,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。 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。 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。 以法律为准则,严格以法办理。 调查和处理的结果,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。 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。 多年来,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 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。 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,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。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。 建国以来,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。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 但是,我们也走过弯路,有过教训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。 特别是中央做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。 确立了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。 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,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。 历史告诉我们。 一切,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,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。 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。 这个道理,全国人民懂得。 因此,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。 我对未来抱怨。 我们对未来抱怨这个牛肉层,资云蛋尸丶蚂转 の尽管音模式。 assez清楚确定静。 始终点读解惑的天经 darn诺。 欠航马氏游丶有导可怨轿时节 stars滔车 tempor后的组能生 pasar。 感谢观看